花莲五合一选举各地乡镇市长参选人 国民党提名进入白热化 深耕凤林镇12年的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23号提出参选声明 为了延续政公所8年的好成绩 以他熟悉的行政资历 以及乡亲给予的托付 他这次将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凤林镇长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昨天针对凤林镇长提名整合工作表示 两位登记党内凤林镇长提名的参选人 卢兴荣与陈威晨 陈威晨退出镇长提名登记 并支持卢兴荣代表参选凤林镇长 而遭有意愿投入镇长选战的 凤林镇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24号上午发表了参选声明 不是勾兴斗角 我们没有发言巧语 我们只有一步一脚印 任何的事物都是以供林的发展 供林的百姓的福利政策为最高的一个指导人者 这次的政长 国民党内的提名 有很多的事情不好公开来指责 但是不管怎么样 县党部在几个月前 都已经内部一定好的人选 既然是如此 本人也不愿意造成党部的一个困扰 决定以武党籍的身份 更广大的名义 跟详细的支持 来参显本届的正常 如果能够得到多数百姓的一个支持 能够顺利的来当选正常这个职务 本人一定会有更宽广 不受政党 不受派系的把势 完全站在凤林乡亲百姓的扶持 凤林政政建设的进步 为一归 至于林建平的声明 国民党花点县党部回应 党部以及各乡镇市党部 同意在6月9号到6月10号 受理登记 但是凤林政政民代表会主席 并未到地方党部办理领表登记作业 记者林杰 凤林政政策采访报道 到4月10号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